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下交大乱 这些蜀目寸光的家伙还在为私利斗来斗去 如今竟下坐到抹黑黄姐生育的程度 我柔不了他们 对了 黄姐 你先在这里等等我 我待会儿出来再跟你说 说完这些 一帮人便浩浩荡荡地过去了 周沛在附近的御花园中等待了一阵 又见到军武怒气冲冲地回来 他与父亲的交涉大概也没有什么结果 其实平心而论 周庸对于这对子女已经极为偏向 但当皇帝了 总得留几分理智 总不可能真干出什么为这被人打难人的事情来 不过眼中虽有怒气 军武的精神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气馁的情绪 他跟周庸吵嚷一顿 大概也只是为了表态 此时找到姐姐 两人一路往城墙那边过去 才能说些交心话 黑气沉寂两年 终于出来 我看是要搞大事情了 这田虎这断头与刀啊 亲人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反应 探索皇姐 你知道 刘豫那边是什么反应吗 军武的言语兴奋 周沛却仍旧显得平静 探子说 刘豫又疯了 没错 黑气 早几年就把刘豫给逼疯了 这次听说黑气的消息 吓得半夜里起来 拿着根棍子在皇宫里跑 见人就打 对了对了 还有向阳城外的那场 皇姐你知道了吧 黑气的人杀了路途 一面说 两人一面登上了皇宫的城墙 他们带了突火枪 突火枪更好用了 周沛望着他 目光微带苦涩 说道 但 黑气的终究是黑气的 军武 你不该如此高兴 军武干干地笑了笑 他目光望了望姐姐 心中想着事情 两人往前方走了一段 军武口中随便说了些闲话 终于还是停了下来 姐 他说道 是外活着 啊 周沛走出了两步 才从那边回过头来 他一身牙白色衣裙 如月亮般的脸庞显得宿静又雍容 用手指挡住耳机的一缕头发 沉静的目光却在瞬间变得微微有些空洞了 军武于是重复了一遍 宁力恒 宁力恒还活着 他说道 岳将军见到他了 秋风浮动了军摆与发丝 从这高高的城墙往下望去 这世界车水马龙 人影来去 风里有远远的声音 秋天的阳光温暖 临安满城都是飘飞的落叶 西南多山 秋天里 黄绿相间的绅士 在明媚的阳光下 重重叠叠地往远处延伸 偶尔走过山道 便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相对于西北的贫瘠 西南是鲜艳而多彩的 只是整个交通 比至西北的荒山更显得不发达 山水相接之中 偶尔亦有三三两两的村寨 看来原始的密林金 崎岖的小道掩在杂草土石中 少数发达的地方才有驿站 负责运输的马队 年年月月地踏过这些崎岖的道路 穿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林 接连中原与西南荒地的贸易 便是原始的茶马古道 这里是西南仪世代所居的古兴 所谓西南仪 其字称为尼族 古代汉语中发音为仪 后世因其有蛮仪的贬义 改了名字 便是仪族 当然 在武朝的此时 对于这些生活在西南群山中的人们 一般还是会被称为西南乙 他们身材高大 高鼻深目 肤色古童 性格强悍 乃是古代 底腔南腔的后裔 一个一个村寨间 此时推行的还是严格的奴隶制度 互相之间时常也会爆发厮杀 大债吞并小债的事情并不先进 武朝的两百年间 在这边开放了商道与大理护士 也一直争夺着梁申一代一族的归属 两百年的护士 令得部分汉人少数民族进入此地 也开辟了数处汉人居住 或是混居的小城镇 亦有部分重罪犯人 被发配于这凶险的群山之中 极致景汉年过去 建硕年间 这边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数次争端 一面黑旗在这个过程中 悄然进入此地 建硕三四年间 梁山一带相继有布莱 河登及山三座小县城宣布起义 都是县令单方面宣布 而后军队陆续进入压下了反抗 这些从西北撤下来的士兵 大多风尘仆仆 行装破旧 在强行军的千里跋涉下 身形消瘦 最初的时候 附近的支付还是组织了一定的军队 试图进行剿灭 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更多的军队陆续而来 更多的问题自然也陆续而来 与周围的泥族的摩擦 几次大战 维持伤道和建设的艰难 风声呼启 他从睡眠中醒来 窗外有微细的光芒 树叶的轮廓在风里微微晃动 已是清晨了 鸡鸣声远远传来 院子里已经有人走动 他坐起来披上衣服 深吸了一口气 收拾迷糊的思绪 回忆起昨夜的梦 依稀是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这些时日里外头传来的消息令山中震动 也令他稍稍有些触动吧 这一年 名叫苏唐二的女人 三十四岁 由于资源的匮乏 外界对女子的看法以富泰为美 但她的身形明显消瘦 恐怕是算不得美人了 在河登县的五年 苏唐给人的观感是绝然而锐利的 瓜子里目光坦率而有神 习惯穿黑色衣裙 即便大风大雨 也能提着衣裙在崎岖的山路上泥泞离跑 后两年西北战局落下 宁业的死讯传来 她便成了不折不扣的黑寡妇 对于周边的一切都显得冷漠 然而坚决定下来的规矩绝不更改 这期间 就算是周边思维最正统的讨逆官员 也没敢往梁山发兵 双方维持着暗地里的交锋 经济上的博弈和封锁 也如冷战 她一直维持着这种行销 起床穿衣 外头人声渐响 看来也已经忙碌起来 那是年纪稍大的几个孩子 被催促着起床沉练了 也有开口打招呼的声音 不久前才回来的娟儿 端了水盆进来 苏坦儿笑了笑 你不必做这些 只是顺手 娟儿道 当初的三个贴身丫鬟 都是为了处理手边的生意而培养 后来也都是得力的左膀右臂 宁义接手密针丝后 他们介入的范围过广 谭儿希望杏儿 君儿也能被宁乙纳为妾室 虽是大户人家笼络人心的手腕 但杏儿 君儿对宁乙也并非全无情愫 只是宁乙并不赞同 后来各种事情太多 这事情便耽搁下来 小沧河三年大战期间 杏儿与一位黑旗军军官建生情绪 终于走到一起 杏儿则始终沉默 带到此后梁仔宁义隐居起来 由于完颜吸引并未放弃对宁义的寻找 梁山范围内 金国间隙与黑旗反叠人员有过数度交锋 谭儿等人轻易不便去宁义身边相见 这期间陪在宁义身边的便是娟儿 照顾起居 处理各种联络系物 与私人之事虽未有过多提起 但大帝也是彼此心照 一家子人原本只是江宁的商户 成亲之后 也只想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谁知此后卷入战争 回想起来 竟已十年之久 这十年的前半段 苏坦儿看着宁义做事 为他担心 后半段 苏坦儿坐镇和灯 阵阵晶晶地看着三个县城逐渐站稳 在风雨飘摇中发展起来 偶尔午夜猛回 他也会想 若是当初未有造反 未有管着天下知识 他或许也能陪着自己的丈夫 在最好的岁月里 安安稳稳地一年过一年 他也是女人 也会想自家的汉子 也会想要 在晚上能够抱着她的身体入眠 但他一次也未曾说过 这些年来 他也看到了在战争中死去的 受苦的人们 面对战火的恐惧 脱加带恐的逃难 惶惶不可终日 那些英勇的人 面对着敌人勇敢地冲上去 化作倒在雪坡中的尸体 还有最初来到这边时 物资的匮乏 他也只是陪着红蹄 西瓜等人吃糠燕菜 独善其身 或许可以惶恐地过一辈子 然而对这些东西 那便只能一直看着 秋日渐身 出门时 陈锋带着些许凉意 小小的院子 住的是他们的一家人 红蹄出了门 大概就在院外不远 小禅在厨房帮着做早餐 元宝儿同学 大概还在睡懒觉 他的女儿 五岁的宁科已经起来 现在正热心地出入厨房 帮忙递柴火拿东西 阴烛跟在他后头 提防他乱跑摔跤 眼见唐二从房间里出来 小宁科啊了一声 然后跑去找了个盆子 到厨房的水缸边 吃力地开始咬水 阴烛苦恼地跟在后头 干什么干什么 大娘起来了 给大娘洗脸 花的一瓢水倒进脸盆 云竹蹲在旁边 有些苦恼地回头 看了看坦儿 坦儿连忙过去 小柯真懂事 不过大娘已经洗过脸了 啊 洗过了 站在那儿的宁科 双手拿着瓢 眨着眼睛看她 嗯 不过大娘 要一杯温水刷牙 不 小女孩连忙点头 随后又是云竹等人 晃晃晃晃晃的看着她去碰旁边那锅开水时的荒落 家中几个孩子性格各异 要属锦儿这个孩子最为纯真讨喜 也最为奇特 她对什么事情都热心 自记事起便掀不住 见人渴了要帮忙拿水 见人饿了要将自己的米饭分一半 鸟儿掉下了潮 她会在树下急得跳来跳去 就连蜗牛往上爬 她也忍不住想要去打把手 为照这件事情 锦儿愁得不行 说她将来是丫鬟面 众人便打圈 说不定锦儿小时候也是这副样子 不过锦儿多半会在想一会儿之后 一脸嫌弃地否认 如此这般闹腾了一阵 洗漱过后离开了院子 天边已经吐出光芒来 黄色的银杏树在尘风里摇晃 不远处是看着一帮孩子 沉练的红蹄戏 孩子大大小小的几十人 沿着前方山路边的流望台 奔跑过去 自家的宁熙宁济等人也在其中 年纪较小的宁河 则在旁边蹦蹦跳跳地 坐着简单的舒展 宁静的晨光时刻 毁于山江的河灯县 已经苏醒过来了 层层叠叠的防射 参差于山坡上 林木中西流边 由于军人的参与 陈连的规模在山路的一侧 显得声势浩大 不时又慷慨的歌声传来 布莱 河灯 集山三个县城中 河灯是行政中枢 沿着山路往下 黑旗 或者说宁义势力的几个核心组织都聚集于此 负责战略层面的总参谋部 负责统筹全局 由逐气演化而来 对内部负责思想问题的 是总政治部 对外谍报 渗透传递各种消息的 是总情报部 在另一边 有商业部 工程部 加上独立于布莱的军部 算是目前组成黑旗的重要的六部 当然 布莱 河灯 集山的三线联合 并非是目前黑旗军的总体面貌 在三线之外 黑旗的真正屯兵之所 乃是吐蕃与大理交界处的达阳部 这个部落早年与霸刀刘大彪有救 他们所居之地守着一片铁矿 常年与外界保持零碎的通生 这些年 达阳部人盯西手 常受其与吐蕃部落的压制 黑旗南下 将大量老兵精锐连同吸收进来 经过思想改造的精兵囤积于此 一方面威慑大力 另一方面 与吐蕃部落 以及投靠吐蕃分王的郭耀师 愿军残部 也有过数度摩擦 不合其一三线所在 一方面是为了分割 那些在小仓河大战后投降的部队 使他们在接受足够的思想改造前 不至于对黑旗军内部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 沿河而建的吉山县 位于大力与吐蕃的交易枢纽 布莱大量屯兵训练 河登为政治中心 吉山便是商业枢纽 大力是个相对温吞而又忠实的国家 常年亲近五朝 对于黑旗这样的势军叛逆 极为反感 他们是不愿意与黑旗通商的 不过黑旗渗入大力 首先下手的便是大力部分贵族的阶层 又或是各种偏门势力 深圳 马匪 用于交易的资源 便是铁炮 火器等物 商人逐利 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达央不合其三心 都处于资源匮乏之中 被宁义交出来的这批行商 丧心病狂什么都买 此时大力的政权软弱 在位的断食 实际上比不过掌握实权的怪气高家 黑旗寻到断家的弱势贵金 又或是高家的败类 先签下各类纸上契约 待到通商开始 黄族发现震怒后 黑旗的使者便不再理会黄泉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赘续第801集 梦起将年阳流远 前世浮华时云入雪 你将心声 记忆鲜云 家国情愁中难缺 晚风浮乱鸯 听众朋友们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